经济 数据 人物权记录 财经部落格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22ing 那么在介绍我们单元来宾之前 先分享自己购买门档的经验 那么找了好一段时间 在前阵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塑胶制品 不过我总觉得跟这个木板门是不搭的 于是就兴起到海边捡食漂流木的念头 其实也没有花多久时间 大概一两个小时我就捡到了非常幸运 对这个材质我很满意 不过因为它的形状没有经过科工设计 因为它是天然形成 可能是海浪拍打 所以算是差强人意 不过接下来我们今天邀请的主角 他可是以巧夺天工的技艺 来赋予木头更多创意 那么匠心独运更是饱含了传承跟创新 在这边我们要非常欢迎 木匠兄妹木工坊经理周幸宏来谈谈 那么他如何来打造的 非常欢迎周经理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贵工坊是坐落在台中的后里 我们首先要先来了解后里这个地方 很多人对后里的印象可能是有期 当然也有一些农作方面 不过木作工艺在台中后里发期 有哪些环境跟条件 还是你们是比较特别的 好其实是这样子 大概在二三十年前 其实台湾制造业非常兴盛发达的时候 在后里这个地方 其实是木工产业也是非常兴盛的 那我们知道像台中县 台中县的这几个地方 像风源 后里 神钢 东士 石钢 这些台中县的这几个乡镇 其实早年是全台湾木工加工的重镇 所以所有台湾的一些木制家具 一些像床头柜 一些这个桌椅等等 都是在这边生产 然后外加到全世界去 就近取材吗 对对对 所以在后里这个地方 也是有这个木工的这个聚落在形成 哇 对 不过到现在二三十年过后 在当地从事木作工艺的人多吗 当然越来越少了 这个有牵涉到木作产业 这个整个兴衰的这个历史 大家都知道在二三十年前 我们制造业非常发达的时候 其实各行各业 只要你肯做 你有技术 大家都可以有一片天 都可以做得很好 那大家也知道这个制造业 是台湾这个经济的命脉 台湾的经济起飞 也是制造业起来的这个原因 其实早在大概十多年前 就有一波制造业外移草 移到中国大陆去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制造业需要到 这个人工便宜的地方 而且要到地方大的地方去盖工厂 那当然中国大陆是这个是不二的选择 所以我们很多的制造业 很多产业 很多同业都移到大陆去了 我们知道的包括做鞋子的产业 做袜子的 做毛巾的等等 做一些只要是基础制造业都过去了 那包括我们做木工的也过去了 所以在十多年前就有一波外移草移到大陆去 那很多我们的同业啊 包括我们的周边的厂商也都跟着过去这样子 那这个真的是对我们的产业非常大的打击 这样 那其实我们家也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日本客户 带着我们家的师傅到对岸去设厂了 哇这真的是给我们家的工厂非常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刚刚大家都知道 我们那时候就真的倚靠着这个国外的这个订单来维持来过活 因为都是代工没有自己的品牌 所以都是国外的厂商下单给你 我们制造再交货给他 就有这样子来赚取这个代工的费用 那我们最大的客户就带着我们家师傅去对岸设厂了 那大家可想而知 所有的订单我们的技术也都被带过去了 家里的这个生意是一落千丈 哇那从那一次的事件开始 再隔三年我们家里的这个工厂就倒闭了 哇真的是非常大的打击这样子 是听您这么轻轻的描绘 但是我想这个重创呢 怎么样去弥平 你们现在是重新站起来了 您一刚开始的时候 您就是家里有跟着学这个木作工艺吗 您有跟师傅学 是啊 其实我这个年纪我是长子 我有个妹妹这样子 其实从小其实就被赋予要接班的这个任务 就是家中有产业的话 我这个年纪的这个男孩子 其实都有这样的这个使命就对了 那其实从小我也没有多想 也没有学什么专长 也没有学什么技术 小时候不能学这些技术的工夫 就跟着跟着这些师傅一起 比如说搬搬木头啊包装这些总会吧 小时候就做这些事 那等到长大懂事一点的 像是上了国高中之后呢 当然就跟着师傅学一些技术 跟着爸爸学一些技术这样子 那也没想这么多 就想说以后就跟着爸爸做 交搬这个产业 这个事业给你这样子 那所有的亲戚朋友 叔叔伯伯阿姨也都这样 抱以羡慕的眼光说 你以后就透懂了 跟着家里做就好了 也不用出去吃头鹿 就透露这样子 所以说也没想这么多 可是就是我刚刚提到 这个产业外移的影响 其实我们家发生这个事件 就发生在我大学大事的时候 通常就倒闭了 这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大事大家都知道 大事大家同学都互相问说 你毕业要做什么 可能女同学已经找到工作了 有的要出国念书都安排好了 男同学可能要当兵的 就安排当兵 不用当兵的 他可能也是要继续考研究所 或是继续升学等等的 这些都安排好了 可是同学问到我的时候 我真的就打不出来 您那时候很挣扎了 有没有跟家人讨论 要一肩扛起传承的使命 很沉重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转行了 如果说整个产业的转变 是如此残酷的话 很多人就会容易找到 工作的地方 有商机的地方去的 您呢 有跟家人商量吗 对啊 其实那时候 我大事的时候工厂就倒闭了 真的也没办法 那我要当兵 我就先当完兵 那当完兵之后 我在台北工作 因为我念的是传播 那毕业之后 当然就在台北的传播公司 电视台跟广告公司 工作一阵子这样子 可是那时候 我一直在想 有什么办法 可以将家里这个工厂 重新再让它振兴起来 对 因为其实这个是我 从小生长的地方 我有很多的情感 就留在这边 这样子 那这个有一次呢 有一幕让我非常的感动 其实在官场的这几年 父亲一直都不放弃 他努力了二十几年的这个经血 那你知道我们当兵都很早放假 八点就放假 那其实父亲在官场的这几年 他每天一样都八点 就到工厂去 然后打开大门 然后把所有的机器都看一看 摸一摸 仿佛在回忆以前 说风光的这个日子 这样子 可是看一看摸一摸又能如何呢 因为没有半个支付跟着他坐 没有订单 也没有这些生意了 所以没办法 他看一看摸一摸 也只好关下铁门 那他那天就刚好关下铁门 站在那个门口望着远方叹气 那刚好这一幕被我放假 回来被我撞见了这样子 那其实我知道这种感觉 其实就是父亲的一辈子的心血 想要交班给儿子 可是就化为乌有了这样子 那我也觉得很心痛 我从那一刻起 我就想办法 一定要把这个工厂 重新再让他振兴起来 让他活起来 那我在工作的这几年 我观察了几个社会的趋势 第一个是 那时候台湾的这个社会 正在推行周休二日 大家有印象 以前我们都 礼拜六都还要上班上课 那从大概十多年前开始 然后台湾推行周休二日 因为老公的意识抬头了 大家也知道工资一直涨 一直涨 当然这是 台湾的制造业会被大陆取代的 这个原因 所以工资一直涨 推行周休二日 第一个 大家的休闲的时间变长了 第二个是 后里这个地方 正在推展观光产业 那我们提到后里 大家想到有后里马场 那近几年来有后风铁马道 台湾最漂亮的这个铁马道 有山洞 有铁桥等等 很多观光客都来这边提单车 这样子 再后里有这个马拉湾 这个很大的乐园 那也很多年轻人会来这边玩 这个冲浪啊 玩这个海浪这样子等等 那再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是萨克斯丰的产业 萨克斯丰啊 是乐器 也是制作乐器吗 对 制作乐器 在后里 那这个也是形成一个 很大的观光聚落这样子 所以我就发现 哇 这个后里到假日 就很多的游客 涌进我们后里这个小镇 那我就想 一定要结合休闲观光 再来是DIY的这个趋势 那时候BMQ进台湾 把很多DIY的观念 跟很多容易买到 这些工具的这个方法 带给民众 让颠覆大家 在DIY的这个想法 以前大家觉得 为什么放假要在家修水电 擦油漆 还做木工 这个叫水电工来做就好了 何必要自己做 这很多都是组合的 对对对 他在进台湾之后 给人们这些观念 觉得其实休假去逛逛BMQ卖场 是很时尚的事情 自己休假在家刷刷油漆 变换一下 加上这个摆设布置 是很时尚的事情 很好玩的事情 让大家觉得 这个DIY是很有趣的 而不是苦拆事 所以您在那个时候 其实从不想让你父亲的家业 就此画上据点 所以你重新开始 怎么重新开始 早期的时候是用家具 那现在怎么样在木头上 玩出您的创意 那么也跟产业结合呢 对对对 有什么转变 对 一开始我就是 从这些玩具家具 开始来设计起 那其实我们设计 研发很多小玩具 小家具 那我们就结合了 休闲观光DIY 跟我们本身做木头的专场 首先推出很多小玩具 家具等等 来邀请来的游客 来这里做DIY 来自己动手做 好 这边我感到好奇 先请教经理 早期做家具 您也有学到一点功夫 但是现在要做的东西 这个玩意儿是不一样 很多同趣 元素不同 这个功夫可能也不一样 还是说 其实差没多少 自己就能够悟出来 还是师傅从哪里找 是 其实我们自从转型之后 我们引发了很多 这个小家具 小玩具 跟很多文创商品 当然没有办法 靠父亲 跟我两个人来从事生产 已经不服使用了 所以我们陆续在找回 以前我们合作的师傅 一起跟我们共识 一起跟我们合作 这样子 所以现在目前 我们也找回六位师傅 跟我们一起做 所以我们的这个生产 所有的生产的方面 都已经没有问题了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 这些做一些小东西 这些玩意 那跟以前做家具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我们早年 是做比较细木工的 这个日式的窗花 跟一些日式的家具 所以对这个细木工的 这些设计 跟制造 我们本来就是我们的专厂 所以反而现在做这些玩具 反而是对师傅来说 可以说是大材小用 因为以前师傅都是做 很精细的这些装饰 跟这些木工的家具 等等 现在做回这些 简单的这些小玩具 跟家具 反而对他们来说 是简单的事情 现在我们颠覆了很多设计 以前可能一整年 只要做一款产品 两款产品 因为大家都知道 制造业是大量的制造 大量下单 那现在就是少量多样 的生产方式 那就是师傅要随着 我们的设计师 来做一些变化 可能每一款只做 一千个两千个 可是有好多款 好多款要做 所以师傅也要一起 脑力激荡 来讲出新的制作方式 跟新的解决方法 所以对你们来说 也是有一些挑战 就是要迎合市场 不一样的选择 所以要一直发想 可是材质 木头取得 一样没有问题吗 对 其实这个木头取得 我们都是进口的 大家都知道 台湾已经没有天然资源 也不能砍树了 那个柯皮在炒 这个砍三老鼠的 这个三老鼠去砍树 这个事情 所以其实台湾是禁止砍树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木材 都是从国外进口 那我们都从澳洲 纽西兰 加拿大这些 天然林业 比较发达 这些国家进口 这些环保林的 树木木材 进来我们在做加工 所以木材的取得 都是没问题的 那我想请教 成本垫高了 当然 当然 对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 一个创意的发想 跟制造的转变 是值得的 因为当大家都是 拿同样的东西的时候 您的创意 呈现出来 可以让它找得到的话 我想就是你们的乐趣 所以你们平均 这些师傅的话 年纪大概都已经 中年了吗 都已经迈向老年了 老年 大概五六十岁了 因为大家想嘛 我刚刚这样历史 讲过来已经三十年了 他们从我们父亲的工厂 一开始就跟着我们一起做 做到到现在这样子 所以这些师傅都是老师傅 他们也都有三四十年的 木工的经验这样 所以这些师傅都五六十岁 这个年纪了这样子 经理 那传承人才会不会有断层的优心啊 对这个也是真的我必须要强力呼吁的这个地方 因为坦白讲真的台湾的教育 这个教改改了好久好多次 把一些地址教育都废掉了 那坦白讲真的在我们这种传承产业 出现很严重的这个断层 当然之前年轻人完全都不愿意 进到我们的传承产业来做 大家的这个想法固有的观念 也会觉得啊 做木工整天弄得脏兮兮的干什么 又赚不到什么钱 如果去念到大学毕业 去餐厅当服务生 也比较光鲜亮丽这样子 那可是我觉得不一样 那我要从我这边开始在做颠覆 在做改变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设计 那我们希望这些我们的产品 可以接受到很多年轻人 甚至小朋友 让他们从小就知道 其实木工可以玩出很多变化 是这么有趣的事情 让他们重新认识我们这个产业 那进而呢 让他们长大之后加入我们这个产业 像我们现在也跟很多学校 有做产学合作 建交合作这样子 那甚至老师傅也带着他们自己的儿子 加入我们这个生产的行业 重新进入这个传承跟培训的这个阶段 非常谢谢你们 因为技职教育在台湾已经空白了好多年 现在很多人很想把它再紧实回来 非常谢谢 贵工坊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缺角补忙 其实你们所创意发想的东西呢 很多非常具有童趣 非常可爱 一点都不呆饭 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的 大家已经意想不到 好 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了 贵工坊呢 非常具有人的气味跟感觉 所以我们来自大陆的朋友 有机会 其实也可以到台中厚礼这边 来参观一下我们木匠兄妹木工坊 当然通过网络也更可以 把你们所创作出来的木作工艺呢 仔细来端详跟欣赏 非常谢谢木匠兄妹木工坊经理周信宏 分享怎么样以创意来承载 传承木作工艺的坚持 非常谢谢你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